其实不管怎么说 你爸妈还年轻 我妈年纪已经大了 但是我爸妈也有老的时候啊 今年过年她到我家来吃饭 然后我家里长辈亲戚都在 然后我妈就在桌上面 饭桌上面提了一句 说要求她入坠这件事 她没说几句呢 然后她就一声不吭的 然后就把那个饭碗一摔 然后就出去了 你说我妈当时心里怎么想 我妈的面子往哪个 因为你也知道 之前你跟我提过这事 我一直都跟你吵 你跟我吵 你可以私底下跟我吵啊 我以为你会跟你妈说 没想到那天 我要能劝得了我妈的话 我还用让我妈跟你说吗 小燕你上次来我们天津台 你就说他们家强势是吧 但是你也够强势的 你采取的是撂筷子就走 你也太不给面了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怕一说出来会吵你知道吗 那你就坐着不吭声不就完了吗 我也觉得你可以不吭声啊 或者说你有很大气 你可以私底下跟我发 因为我最担心的就是说 我要是留在那边一说话的话 你几个就又一帮腔 我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 小燕 丈母娘这关你过得去吗 这个问题现在卡在丈母娘这了 今天丈母娘也来了 我们有请这位妈妈登场 您好 您请坐 咱问问题啊 单刀直入 好 不到插门 不到您家去过 这婚能不能结 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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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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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